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 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连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连接 因为使用这个连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连接后 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 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说不定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泰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最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在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泰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以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在APP首页呢 我们点击我要买币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购买贷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页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页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钱带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下一步 我们就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不明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反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案子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入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 这里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 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语里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我们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与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两由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双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 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 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医理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P圈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圈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此外公司两名核心技术人员为报告期内才聘用 而为引进技术人才 山元科技不惜斥资606.75万元 收购现任核心技术人员当时参设的新企业股权 更是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一个月后 又接受其及相关方增资 增资款共计也是606.75万元 报告期内研发费用大幅增加 成立于2001年的山元科技深耕智能矿山行业多年 已经形成了包括智能矿山信息通信系统 智能矿山供电管控与保障系统 智能矿山视觉监控系统在内的多产品体系 能够为矿山等领域客户提供规划设计 系统交付运为优化等综合解决方案 公司2023年首次提交招股书 你创业版上市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版企业发行上市申报 及推荐暂行规定 2022年修订第三条 创业版定位相关指标要求规定如下 支持和鼓励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 申报在创业版发行上市 1. 最近三年研发投入符合增长率不低于15% 最近一年研发投入金额不低于1000万元 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符合增长率不低于20% 2. 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不低于5000万元 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符合增长率不低于20% 3. 属于制造业优化升级 现代服务业或者数字经济等现代产业体系领域 且最近三年营业收入符合增长率不低于30%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金额达到3亿元的企业 或者按照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 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等相关规则 申报创业版的已境外上市红筹企业 不是用前款规定的营业收入符合增长率要求 招股书显示 2020年至2022年及2023年上半年 山元科技研发费用分别为1060.86万元 1705.51万元 3466.90万元 2521.45万元 2020年至2022年符合增长率高达80.78% 最近一年研发投入金额高于1000万元 最近三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高于5000万元 报告期内 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16395.35万元 23059.43万元 40951.51万元 23361.88万元 2020年至2022年符合增长率为58.04% 最近一年营业收入金额超过3亿元 从上述数据来看 符合创业版定位相关指标要求 进一步查阅研发费用明细 可以看出 山元科技研发费用大幅增长 主要由于报告期内公司研发人员 薪酬大幅增长 2020年至2022年及2023年上半年 山元科技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 依次为671.40万元 1148.94万元 2380.69万元 和1629.31万元 公司表示主要系报告期内 研发人员数量增加 以及薪酬水平提升所致 2020年后 申请获得40项发明专利 山元科技报告期内 研发费用大幅增长的同时 大部分发明授权专利也都是 IPO报告期内集中申请获得 不禁令人关注 其持续自主创新能力 作为高新技术企业 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山元科技在招股书中自称 公司始终高度重视研发投入 与科技创新 从公司研发成果来看 发明专利中 有7项 为2007年至2017年申请 其余40项 皆是在2020年之后申请取得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山元科技 拥有118项专利 285项软件著作权 118项专利中 发明专利47项 实用新型专利59项 外观设计专利12项 值得一提的是 山元科技曾在2019年年报中称 有两项发明专利已经通过实质审查 公司智能调度通信系统 实现收入3997.73万元 占营业收入比例30.59% 同比增长60.94% 主要原因是 公司拥有的矿井综合一体化调度通信系统的发明专利 以及另外两项发明专利已经通过实质审查 公司在报告期确立的煤矿井下运营商战略 加大了在通信产品线的研发投入和解决方案整合力度 在智能矿山时代 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 两核心技术人员为报告期内引进 山元科技的两名核心技术人员为报告期内聘用 其中一名核心技术人员名下的专利较多 在其入职后为山元科技增加了十几项发明专利 且多与5G有关 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 山元科技认定的核心技术人员共5名 分别为张朝平 刘碧波 李秀文 傅志勇 袁刚 2021年1月1日 山元科技核心技术人员为张朝平 李秀文 傅志勇 2021年8月1日 公司引进刘碧波 袁刚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招股书披露的刘碧波简历显示 毕业于天津大学机械制造专业 硕士研究生学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 1998年4月至2000年8月 担任深圳华为公司软件工程师 2001年1月至2001年12月 担任天津精锐公司项目经理 2002年2月至2002年7月 担任深圳贯日通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软件工程师 2002年8月至2012年11月 历任深圳宇龙计算机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软件工程师 部门经理 2012年12月至2020年12月 历任深圳库派技术有限公司 软件部总监 助理总裁 副总裁兼工业互联网事业部总经理 2021年1月至今 担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深圳库员执行董事 总经理 2021年8月起 在发行人出任职 现任山源科技副总经理 中央研究院院长 机器视觉事业不负责人 招股书显示 刘碧波已获19项专利 包括16项发明专利 主导研发的5G工业模组产品 获得第四届绽放碑 5G应用征集大赛 通用产品专题赛优秀奖 作为山源科技 中央研究院院长 刘碧波统筹负责 中央研究院的各项研发工作 其中重点带头研发了 5G工业模组 5G矿用AR眼镜 矿用工业互联网平台 矿红产品等 提升了公司在5G加智能矿山领域的 产品竞争力 推动了公司在智能矿山 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战略布局 据招股书披露 原刚也十2021年1月至今 担任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深圳库员副总经理 2021年8月起 在发行人初任职 现任山源科技中央研究院 副院长 任职山源科技之前 原刚历任雨龙计算机通信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 软件管理部副总监 海外技术部部长 一位科技南昌有限公司 木医部总监 BSP部总监 通信部总监 兼西安研究所副所长 雨龙计算机通信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软件总监 高价收购核心技术人员 参投新企业 为引进技术人才 提升研发实力 山源科技于报告期内 收购了深圳库员 全称深圳库员 树联科技有限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 深圳库员是刘碧波 库员长新通过 其查查股权穿透后显示 刘碧波出资比例 超过48% 于2020年12月18日 参设的企业 该企业仅仅成立几个月 就迅速被山源科技 赤资606.75万元 收购75%股权 成为后者全资子公司 收购前 山源科技持股 深圳库员25%股权 在签署上述收购 股权转让协议次月 刘碧波 库员长新 又向山源科技增资 刘碧波 库员长新 缴纳的出资款 也是606.75万元 据招股书 2021年7月 经第三层会会议 审议同意 山源科技与刘碧波 库员长新 签署股权转让协议 山源科技 受让刘碧波 所持有的深圳库员15%股权 及库员长新 所持有的深圳库员60%股权 此次股权收购 按沃克森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1年3月31日 深圳库员的全部权益价值为 809万元 确定其75%股权的转让价格为 606.75万元 收购完成后 山源科技 持有深圳库员100%股权 其查查显示 深圳库员成立支出 注册资本为300万元 刘碧波 库员长新退出前 认缴出资额分别为 50万元 200万元 持股占比分别为 15% 60% 这意味着 成立仅三个多月的 深圳库员估值 及暴增至 809万元 2021年8月3日 山源科技召开 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上海山源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增资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同一公司将注册资本 由5654.87万元 增至5712.66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 57.79万元 增资价格为 10.5元每股 分别由 刘碧波 以增资价款 121.35万元 认购 11.56万元 注册资本 由库员 长新 以增资价款 485.40万元 认购 46.23万元 注册资本 2021年8月6日 天职会计师 出具验资报告 确认 截至2021年8月4日 公司已收到 刘碧波 库员 长新缴纳的 出资款 共计 606.753万元 其中 57.786万元 计入注册资本 其余548.967万元 计入资本攻击 招股书显示 刘碧波 直接及间接持有 库员 长新 48.34%的出资额 那么 山源科技 共有47项 发明专利 其中40项专利 于2020年之后取得 2020年后 集中获得 发明专利的原因 及合理性 是否具备 独立研发能力 是否能够 依赖核心技术 持续获得营收 公司认为自身是否确实具备三创四星特征 对于是否确实具备三创四星特征 山源科技回复称 公司在招股书中 已经明确阐述了公司的创新 创造 创意特征 以及科技创新 模式创新 液态创新 和新旧产业融合情况 山源科技 深耕行业二十余年 坚持自主创新 和研发积累 在矿山信息通信 供电管控 与保障 视觉监控等领域内 不断推出创新性产品 引领我国 智能矿山建设 与此同时 智能矿山建设的关键在于 5G 工业互联网 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现代煤炭开发技术的深度融合 长久以来 公司依托对下游煤炭行业业务形态的 深刻理解与技术能力 积极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 持续研发各类智能矿山系统及产品 不断提高主营产品智能化水平 赋能传统煤炭行业智能化建设 故 公司具备三创四星特征 而对于2020年后 集中申请取得40项发明专利的原因 及合理性 以及是否具备独立研发能力 是否能够依赖核心技术 持续获得营收等问题 公司并无进一步的解释 7月31日 ST灵达发布公告称 公司于7月31日 收到陆安中院送达的决定书 公司债权人金债汇金 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 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但具备重整价值为由 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 并申请启动预重整程序 8月1日 ST中庄亦发布关于收到启动预重整 及指定管理人决定书的公告 根据Win统计 8月1日 ST不高 ST迪马 赫美集团 ST中立 ST景峰 ST金科等公司 均发布了关于重整进展的相关事项 其中 ST金科表示 接重整管理人通知 在市场化招募和临选重整投资人 公告发布后 继收到中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 参与重整投资的意向含后 深圳市招商平安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司 已参与重整投资的报名并缴纳完毕足额保证金 其他重整投资人报名工作正常持续推进中 截至目前 尚处于预重整 重整阶段包括申请 被申请与受理阶段的上市公司 共有30家 尚未领选确定重整投资人的上市公司 共有26家 其中 7月新增 ST高红 你申请进入预重整程序 ST景峰 东方集团 金刚光伏被受理进入预重整程序 ST灵达被债权人申请重整 今年以来 使用破产重整成为计刹公司 挽救退时危局的方法之一 比如 7月3日 ST景峰发布关于法院受理预重整的公告 自7月3日至8月1日 ST景峰股价已经在22个交易日内出现21个涨停 累计涨幅为193.06% 累计换手率为42.75% 股价从7月3日的0.76元每股涨至1日的2.11元每股 实际上 破产重整也并非救命稻草 5月7日 ST迪马跌停至0.90元每股 当日 该公司收到通知 控股股东 与重庆市江南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签订了战略投资框架协议 拟通过司法重整化解债务危机 此外 ST迪马还推出增持方案 控股股东或其一致行动人计划 自5月15日起6个月内增持金额在3000万元至5000万元之间 不过 多重自救方案仍未扭转该公司的退市局面 8月1日 ST迪马公告称 终止上市纪摘牌日为2024年8月7日 此外 今年以来 ST红涛的股价多次跌至1元每股以下 彼时 ST红涛希望通过司法重整 积极引入外部产业投资者 加大产业协同和转型的力度 但受限于行业环境等多重因素 ST红涛自7月1日起停牌 且其7月30日公告显示 法院裁定部与受理 ST红涛重整申请 值得一提的是 也有公司完成重整就被退市 比如 天翔退于2021年7月9日完成重整 就于2021年8月退市 因公司未能于2021年5月12日提交保健机构出具的恢复上市保健书 深交所向公司出具了 不予受理公司股票恢复上市申请和你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通知 天翔退的重整投资人虽然拿到了股票 但股票失去流动性 天翔退的案例也体现证监会在上市公司监管过程中的公平公正 只要重整符合相关规定就批了重整的路条 但对于不符合恢复上市条件的也绝不顾惜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正在趋于常态化 市场化 但完成破产重整只是活下去的第一步 长远来看 重整方案是否兼顾了各方利益 各类治理风险是否出清 引入的产业投资人管理水平高低 新注入资产的盈利能力强弱 是决定公司能否活得好 活得久的关键 一日一位市场人士分析认为 值得的关键